收到国务 今年成长步伐趋于稳健 前三季经济成长呈现温和 外界预测 第四季也会站稳脚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您接下来收看的是 旗开得胜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固定力 每天晚上的8点 以及早上的7点半 收看我们旗开得胜 我是张家豪 在今天收完盘之后 各位观众朋友 不管是做多 或是做空 投资人心里面的无力感 真的是与日倍增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一波的起跌点 9440点跌下来到今天 已经跌了231点了 做多的当然就不用讲了 可是做空的 在这个地方 就真的是能如雨得水吗 也不见得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话 其实只有一个理由 你现在在使用的方法 并不能够真的能够让你在这个市场上去赚得到钱 为什么 其实赢家 新法赢家的叫战守则 很单纯 它就只有两条 第一个 其会要赚到钱 叫战守则 第一个 你一定要用到真的会赚钱的方法 当你找到会赚钱的方法之后 你依照纪律 在适当的时机来建议合适的仓位 你很自然的赚钱 那个是水到渠成必然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市场上非常多的一个投资人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盘式 感觉相当的困扰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用的真的是一个可以赚钱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非常非常简单的 明确的判断出来 它过去这两个礼拜 它在走的就是一个蜡场形态 你说什么 阿老师 什么是蜡场形态 各位蜡场形态 比较少观众朋友会去留意到 因为它是一个属于比较高阶技术分析的一个形态 那这回来看 什么叫做蜡场形态 我们先看到定义的部分 其实蜡场形态 它是技术分析中 比较需要从波段行情规划的一个形态 在整段行情没有完成之前 你都必须要朝着同样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操作 我们就举例 如果它出现的是一个向下蜡场的话 各位我们把重点集中在这个地方 它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向下蜡场的话 你必须要在整段行情完成之前 都要朝着同样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操作 而不能够在中间踩错节奏 万会被多空双疤 各位你仔细的去回顾 这段时间从9440点 它一路的下跌以来 市场它呈现的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蜡场形态吗 我们把这段时间的一个12月的台子期 我们再把它拉出来看 你去做一个比对 各位从12月12号当天的最高点9440点开始 它走的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形态吗 到今天的低点9209点 各位它走的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不干不脆的蜡场形态 而在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被这个市场给整到真的是快要受不了的话 你仔细再去回想 如果你的方法能够非常清楚的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蜡场形态 你会怎么做 高空低谱高空低谱高空 直到整段行情走完 从9440到今天9209 不过也才231点 可是你如果判断出来 而在适当的时机来建立合适部位的话 各位它的波动高达519点 那问题是 你说老师519点隔得519点 这段时间我真的是被这个行情 整到头昏远花晕头转向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常常一跳进去 马上就被这个市场上给咬一口 各位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你用的方法很明显的 在这一段时间你并没有用对方法 因为当你用对方法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 在这一段时间 你应该是操作非常非常的顺利 问题是 老师这段时间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各位其实腊肠形态它在操作 你第一个要先判断出来 你要朝着哪一个方向去做 如果你方向搞错的话 各位那当然是操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相较于我们这段时间的观众朋友 阿豪怎么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去做一个报告 在12月8号 早在12月8号 当时阿豪四个字 帮这个盘式做了一个定调 它要走的就是一个双顶单肩 双顶单肩 第一个头部已经出来了 来到颈线再度做了一个拉抬 很明显的它是要架构一个双顶单肩 为什么 因为K线暗示 这个点位必然在线的前提之下 当它又来到了这个前坡的高点的话 只有一个可能 它要架构一个双顶单肩 如果你在12月8号 当时你就能够非常笃定的去判断出来的时候 各位 你会不会在这一段时间搞错方向 不会吧 只是在当时12月8号 阿豪跟各位去这样子讲 双顶单肩的时候 大家一定是抱持着 阿豪老师真的是你说的算吗 盘式都还没有走出来 我们怎么能够非常笃定之道 它会走双顶单肩 其实当时的想法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并不重要 阿豪关心的永远是 市场上它是不是真的 如阿豪老师所规划的 完整的去做一个呈现 12月8号 阿豪跟你讲完双顶单肩之后 12月9号 当时市场上关心的 并不是什么双顶单肩 大家关心的反而是 这个9,399点它会不会去突破 可是我关心的是 怎么样去踩对节奏 从这市场上赚得到钱 从K线暗示这个点 会必然在线的前提之下 阿豪提醒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他接下来会走的是 一个区间震荡 因为他又来到前坡的 这个高点的时候 他不可能用一个 尖头反船直接跌下来 他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去做个区间震荡 为了就只有一个理由 我们接着看下去 各位隔天跌下来了 但是阿豪提醒各位 区间震荡 再隔一天 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 他在做什么 区间震荡 好 那再继续 很多人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阿豪老师 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很无聊 在做区间震荡 但是阿豪不变的 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邮差总按两次零 如果说你前一波 这个错过了这一段 各位 当他又第二次来按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逮住这一个大机会 那到了上个礼拜四 其实他区间震荡 他只有一个理由 一个目的 他要让短期的均线下弯 为什么 因为K线暗示 这个点位必然在线的前提之下 他只会把这个短期的均线 把它拉下来 到了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短期的均线 他是不是正式下弯了 他是不是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先在这地方去做一个区间震荡 为什么他要做一个区间震荡 因为他要让短期的均线下弯 为什么短期的均线 他一定会下弯 因为K线暗示 这个点位必然在线 所以在当时 我的测标是不是 跟各位讲倒数计时 是不是倒数计时 好各位 那到了昨天 到了昨天 他正式下弯之后 出现了一根跳空下跌 而且光头光脚的 长黑K棒是不是 是不是 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 你不能够非常笃定的判断出来 他就是一个双顶单肩的话 各位 那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 当他在那边 酝酿第二个顶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被这个市场上的气氛 给搞到运头转向呢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各位 你告诉我 今天是10月20号了 今天是10月20号了 你回过头来看 他目前呈现的是什么 他目前呈现的是什么 双顶单肩 各位 如果你到今天 你才看出来双顶单肩的话 那相较之下 在12月8号 在12月8号 当他在这个地方 他要酝酿第二个顶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他呈现的是一个双顶单肩的时候 各位观众朋友 用你的方法 有没有办法非常清楚的 帮你去创造台股的未来 我相信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事实会讲话 到底谁能够真的帮你去掌握住台股的未来 这个是第一点 第一点 当你的方法在这段时间 你没有非常笃定的去判断出来 他要行进的方向的时候 各位你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当他在酝酿第二个顶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操作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R号的方法 是不是在12月8号 当他要冲上去 要酝酿第二个顶的第一个时间点 我就提醒你双顶单肩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方向对各位来讲 根本就不是问题 当你方向对了之后 各位只剩下一个纪律 只剩下一个纪律 什么叫做纪律 在适当的时机来建立合适的部位 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能够太迟 这一段时间 R号是怎么提醒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方向R号告诉你 没有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 各位怎么样踩对节奏 怎么样在适当的时机来建立合适的部位 这个才是获胜直接的关键 各位在12月9号当天 在12月9号当天 当时他还在往上冲高 可是已经来到临界点了 我是不是告诉你 他在走的是一个阶梯 他在走的是一个阶梯 所以你落场形态 你最重要的是 找到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顾下第一个波段空单 所以第一个波段空单在什么地方 阶梯的上缘 1 2 3 接下来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又冲上来 来到这个阶梯上缘的时候 各位他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这是不是R号在当时 他要冲上去 要布第二个顶的时候 跟各位去报告的一个重点 好 那在跟各位报告完毕之后的下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这一波的起跌点 最高点出现的那一天 各位你回过头仔细去看 这一天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1 2 3 那下一个聚集点在什么地方 可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放大 这个是不是在当时 是不是刚刚好来到这个阶梯的上缘 那来到这个阶梯的上缘的时候 你在这地方去布下空单的时候 各位当天是不是就破线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当天的9 440点 是不是这一波的绝对高点 可是各位R号不厌其唤的 帮你抓到了一个绝对高点之后 我一路的带领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要踩对节奏 你要踩对节奏 你抓到了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接下来只有一个动作 你要扩大你的战果 怎么样去扩大战果 来当天其实在制高点 它是不是就直接破线了 可是R号接下来不断地提醒 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扩大战果 扩大战果 怎么样扩大战果 破线完毕之后 接下来它会做一个点线 是不是它会再拉上来做一个点线 好 那破线点线完毕之后 它会出现杯柄 出现杯柄代表的是什么 它会再继续破底 在继续破底完毕之后 它又拉上来做什么 再做一个点线 它变成是在下阶梯了 那下完阶梯之后呢 各位你就看到 上阶梯比较难 但是阶梯往下的话 它会滑得比较快 它有时候根本就还 冲不到那个阶梯的上缘 它就直接跌下来了 但是直接跌下来 那个不是重点 因为它在走的 本来就是一个蜡场 蜡场的话 它会呈现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各位 当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出现之后 接下来它是不是向下 向下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是去右空的话 你不知道它是要做右空的话 它是不是帮你嘎出场 那你嘎出场之后 你不死心 在这个地方开始买多 各位 它又给你破底 嘎空 破底 嘎空 破底 各位 这段时间好不好操作 你看着这个图告诉我 好不好操作 你会说老师 从9440点 我们真的每天都被这个盘式 给搞到运头转向 可是各位 如果说你能够非常笃定的知道 它走的就是一个蜡场形态的话 各位 冲高 来到一个绝对制高点 你布下 破断空单 坛上来 再空 低补 高空 低补 各位 那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扮演的 是不是一个绝对赢家的角色 是不是一个绝对赢家的角色 那你再把蜡场形态 你再把它抓出来 你再去做一个比对 各位 我们现在重点就集中在这里 如果你在当时 你用的方法 能够非常笃定的判断出来 它走的就是一个蜡场的话 当找到一个绝对制高点 布下破断空单的之后 接下来只朝着同样一个方向 去做一个操作 因为要扩大战果 是不是高空 低补 高空 低补 高空 再低补 各位 你去做一个比对 这段行情 它走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蜡场 可是你如果踩错节奏 今天当它已经跌了231点 你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追控的话 各位 你是不是又受到伤害人呢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非常笃定 知道这是一个蜡场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会说老师 那当然是找到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一路给它空下来 好各位 那这段时间 我是怎么样带会员朋友去找到这个绝对的制高点 甚至可以限 12月9号当时 其实当时我在节目里面 我就提醒我们收尾观众朋友 一个波段行情要出现了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 最重要的是你要在瞄准完毕之后 扣下胜利的板机 因为当你第一个子弹打出去 你命中了之后 各位接下来那个只是扩大战果的问题而已 在12月9号这一天 12月9号这一天 当时市场很多人都想说 它会再持续往上攻高 要再继续去做一个最多 可是只有阿豪提醒你 阿豪提醒你什么 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当他来到这个压力线的时候 各位不要跟他客气 一个波段的机会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你在压力线 你去布下空单的话 你不会吃亏 这个是不是在12月9号 所以我们规划这个波段 我们就从12月12号当天 我们要开始去发动聚集 压力在什么地方 9428点 所以当他拉升到9428点的时候 不要客气 扛短力就要把它夾下去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早就规划好 阿豪的规划早就瞄准好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等他 可是到12月12号 当天冲到最高点的时候 包括说价钱指数 也同步创下波段最高点的时候 市场上大家欢心鼓舞 准备攻啊 攻9500啊 攻1万啊 但是就只有阿豪 我非常非常仔细的带领会员朋友 在那个压力线的地方 扛短给他夾下去 各位你看着这个图 你告诉我 在12月12号当天 前一天是收在这里 前一天是收在这里 12月12号当天 他是不是用跳空的方式开高 好 跳空的方式开高 在当天 他一共来压力线挑战了两次 可以的话 我们这类所在先放大一下 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看清楚 第一次他是一开盘 就先冲到压力线9430点 压下来到9401点之后 他又过高 来到了9440点 各位 如果你是阿豪老师的话 你在当时你会带会员空在9430点 或是9440点 你问阿豪老师 我们现在事后来看 今天跌到了9200了 当时不管是空9430或是9440 那个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波段 可是各位 如果你是跟着阿老师并肩作战的 我就是要让你站在绝对的制高点 当时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是这么干 12月12号当天 9440点 正负2点我们去放空 9440点正负2点我们去放空 你回过头来看 12月12号的9440点 是不是就是这一波的起跌点 是不是就是这一波的起跌点 没有比9440更高的点了吧 这一波是不是就是从12月12号 带会员朋友 扛短给他进去的那一天 一路兵败如山倒 那个是不是就是跟各位讲的 一个蜡场形态最重要 你要找到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接下来布下波段空单之后 各位高空低谱高空低谱高空低谱 直到整段行情给走完 这就是蜡场的一个操作模式 所以在当时我们布下波段空单的时候 你问阿老师从此一帆风顺吗 没有 非常非常小心 在当天9440点 你事后来看 哇 阿老师你来那厉害 真的就是空在这一波的起跌点 但是各位 你没有想到的一些细节 我都帮我们会员朋友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当天我们还留了50点的ASOBI 如果收盘是低于9390点 9440到9390 是不是50点 我们就留仓 不然的话 我们当天收盘就把它平仓 结果当天是一个绝对的制高点 当天当然是收在9390点以下 各位我们是不是已经让会员朋友 完完全全的去掌握住那个绝佳的一个制高点 掌握住绝佳的制高点之后 各位你看到蜡场如果是这样子下来的时候 那后面的操作会有多顺利 我们这位来看 这是昨天发给会员朋友的一通文字简讯 趋势它已经正式反转向下了 会员朋友手中9440点的波段空单 是不是掌握住绝佳的狙击点 布下波段空单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应该就直接拼到结算了 明天就结算了 目前已经获利超过170点了 这是昨天的讯息 今天已经早就超过200点了 所以我们把停力改设在9340点即可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蜡场的操作 你最重要的是你第一颗子弹 扣下的第一枪 当你第一枪发出去 你找到了一个绝佳聚集点之后 各位兵败如山倒 你剩下的就只是高空地补 高空地补来扩大你的战果 所以9440点在当时很多人都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有价值 敢在那个地方空在这一波的 刚刚好就是那个起跌点 各位就是因为我知道 当时他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蜡场 所以当我们抓到了一个绝佳的聚集点之后 各位布下破断空单 各位剩下的动作是什么 高空地补高空地补来扩大战果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9357点这个地方放空 各位那个已经是完全立于不败之地了 当时如果说搞不清楚方向的 各位你看盘中他就是这样子走 他就是这样子走 如果说你搞不清楚方向的话 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被走巴右巴 会啊 你是不是会受伤很惨重 被搞得晕头转向 可是如果我们就非常清楚 他就是走蜡场的话 拉上来高空 各位高空地补扩大战果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拉场式的一个操作 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阿豪给各位看这些东西 大家只是 大家你只要评估一个重点 到底阿豪老师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 能不能够帮你 在适当的时机来建立合适的仓位 不用太早也不能够太迟 如果说可以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 那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市场上 真实赢家的话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明天开始我们要布局 一月份的部位 怎么样去做一个布局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我摸累 再打 摸嘴 再打 好 你累了吗 保力达 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 满牛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就是 02-2578-3000 02-2578-3000 明天会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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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胜纯敏林 养虾厨变大厨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人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 从此为爱出发 欧洲年度最佳NPB Citroen C4 Picasso Citroen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好 见了 哦 耶 光顾 香顾 月亮石台 空白树 好 见了 我见了 你刚才五海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各位 接下来怎么做 在12月8号 告诉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他会走的是一个双顶单间 因为K线暗示 这个顶位必然在线 各位 到今天 你看到市场它呈现的是什么 是不是标准的双顶单间 因为K线暗示 这个顶位必然在线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必须要提醒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以为接下来 空担一直夹下去 从此一帆风声如雨得水吗 不见得哦 你看对方向 不见得赚得到钱 为什么 因为市场它现在在走的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蜡场形态 蜡场形态的操作模式 在过去 阿豪也跟各位讲 找到最佳的一个制高点 9440康端一路的 是不是续报下来 可是各位 12月的台子再怎么美好 明天即将结算 明天开始 我们要带的会员朋友 全体的会员朋友 开始去布局 一月份的一个合约 想要跟上阿豪老师脚步的 开盘之前 拨通电话 手续办好 马上会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工作场熬夜 我一定喝万丹红红豆水 给我好气色 同时去水汽 好轻盈 真是好水 万丹红红豆水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0.0.0 儿子爱吃肉 老公爱吃水果 婆婆爱吃菜 我用翠绿仙 带给家人满满的爱 翠绿仙沙拉酱